小米笔记本2 13.3英寸 深度评测 迭代升级可以说是笔记本厂商常用的套路之一 外观普遍 仅仅是升级配置 只要产品的体验不差 便能带来一波不错的销量 而这其中做的比较出色的便属小米笔记本了 据统计 这两年小米光靠迭代便推出了不下10款机型 从最初的英特尔第7代酷睿处理器加英伟达9系显卡 到如今第8代处理器10系显卡 小米可以说将更新迭代这个词做到了最好 接下来我们主要从游戏体验方面进行实测 并将小米局部Pro15.6英寸测试性能进行对比 感受这款缩小版的Pro的真是性能 作为2017年最火爆的PC端游 绝地求生这款游戏掀起了一波游戏热 同时也带动了游戏PC硬件的高速发展 然而很多玩家始终有一个误区 便是这款游戏十分的持配置 低配的笔记本台式机根本玩不了 实际上我们在之前的测试当中 小米Pro15.6英寸便可以轻松驾驭 只是需要牺牲画质 今天我们通过配置相同的小米R13.3英寸进行吃鸡测试 看看这款缩小版的Pro是否能驾驭这款热门的游戏 绝地求生这款游戏 作为变质的地方就是游戏画质 会根据PC性能自动匹配 我们将游戏画质默认为最低 并认为1080T 在实际的游戏测试当中 我们发现小米R13.3 与小米Pro15.6一样能够轻松驾驭 绝地求生这款游戏 只是二者都需要牺牲画质了 体验过程中我们犯了一个小错误 然而就是因为它 我们发现小米R13.3英寸的厉害之处 不连接电源就能够流畅吃鸡 而卡顿却完全不影响游戏体验 而当我们连接电源之后 小米R13.3英寸便成为一个吃鸡的利息 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运气开始时间段的设定 我们此次的吃鸡体验 全程游戏环境就为老地图 我们在老地图的各个环境进行测试之后 发现小米R13.3英寸 游戏FPS值在40到50之间 等同于GTX1070高画质或GTX1050Ti画质FPS值 当然这是需要牺牲画质的 因此我们还是 因此还是之前我们测试小米Pro15.6英寸时 说的那句话 如果你对画质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只图吃鸡的快感 那么小编可以告诉你 小米R13.3和MX150显卡完全没有问题 妥妥的吃鸡 当然在实际吃鸡测试当中 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相比小米Pro15.6英寸 优良的散热 相比R13.3英寸散热 性能要弱一些 实际游戏过程当中 键盘的WASD WASD的按键是比较烫手的 转轴处的散热出风口处也愈加烫手 我们利用热成像仪测试 其表面温度达到了60摄氏度以上 没有人惊喜的是 小米R13.3英寸 在如此发热的情况之下 游戏依然可以流畅运行 这可以间接说明 该机的i7-8550U处理器和MX150显卡并没有严重的降频现象 至少不影响游戏性能 小米R13.3英寸性能 是足够流畅吃鸡的 但个人建议还是不要长时间游戏 因为机器持续高温会对内部硬件有一定的损害 当然如果你只是偶尔玩玩 小米R13.3英寸也是可以胜任的 当然你需要配置一个外接键盘 否则键盘温度过高 不会有恰好的体验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 小米R13.3英寸的定位是一个学习半工本 而非游戏本 此次游戏测试 只为了更好展现 该机的硬件性能 轻薄本并非游戏本 总结 比心而论 小米比例本可以说是 目前高性价比轻薄本市场当中 做的比较出色的产品了 而在以往我们测试了 i5-8250U 加MX150i7-8550U 加MX150 硬件组合当中 很多品牌的产品 都不能流畅吃鸡 有明显的卡顿 而我们此次测试了 新版本 小米比例本R13.3英寸 吃鸡过程当中 虽然散热并不好 但是并不影响性能 依然能够流畅的运行 小米比例本R13.3英寸 小米比例本R13.3英寸 深度评测 迭代升级可以说是 笔记本厂商常用的套路之一 外观普遍 仅仅是升级配置 只要产品的体验不差 便能带来一波不错的销量 而这其中 做的比较出色的 便输小米比例本了